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剛剛看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potential energy 其實以前是r 你現在用測不準原理 所以你就可以把momentum 也寫成是r的函數 所以一旦它也可以被寫成r的函數 這兩個r的函數你把它畫起來就像藍色這個線一樣 所以如果一開始譬如說半徑太大的時候 電子就會想要跑到這來 因為這裡能量比較低 如果半徑太小的話它也都會滑下來 那你們應該學過微積分 如果今天我給你一個energy是長這個樣子 我今天想要求這一點極小值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去做微分 微分完之後等於0 那一點的值就是r這一點的值 所以呢我們從這一個energy的expression 你把它做d1比r等於0 你就可以把這個小r算出來 那如果你微完分的話 這個是1 over r 平方 所以微完之後呢 事實上是負兩倍的r三方 那這個是1 over r 所以你把它微完之後是負的正 所以這是r平方 對不起 所以呢 你把這兩個 這是r平方 這是r三方 你把它移想消掉一下 你就得出來的r 事實上就是這一坨非常恐怖的東西 那如果你去跟你的高中課本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剛好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它整個背後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你是從測不準原理的概念 去了解氫原子某性的話 你怎麼去理解這件事情 其實很單純 你就想說電子反正測不準 所以它愛怎麼動就怎麼動 那如果一開始很大很大的時候 如果一開始很大很大 你看喔 如果一開始r很大很大 基本上電子就不太薄 因為r如果很大很大很大 意思就是說某種就可以量的比較準 某種量的比較準 意思是說電子就慢慢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因為它就不太動 那那個時候因為他們離很遠 所以其實這個energy不是很大 所以於是電子就想說 我就靠近一點好了 我靠近直直一點點 我可以增加 我可以降低我的胃能嗎 可是你要付出代價 因為當你的r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時候 你就突然發現 它自己就開始得躁鬱症這樣 就開始就是亂動這樣 而且這是不自主的 就是它只要縮小 它就會亂動 那亂動就會形成什麼 亂動呢 就必須要 因為是亂動 所以就會有動能這樣 所以動能就會增加 於是事實上呢 你把一個東西越關越小 越關越小 最後因為測不準原理 它其實會產生一個往外的壓力 然後電子因為跟裡面的子子相吸 所以它會想要裡面靠近 然後因為測不準原理 我往外的壓力 所以這一個量子的壓力 最後跟它想要吸進來 古典的酷冷作用力 平衡之後 最後就是氫原子的大小 非常神奇對不對 so that's pretty amazing 那這個估算方法問世之後呢 天文學家就立刻 把它用到這個neutron star去 所以他們用的方法是這個樣子的 什麼是neutron star 就是基本上壓到一坨之後呢 其實子子跟電子已經不太穩定了 所以裡面只有中子 那中子是很小的 可是你把它壓到某一個大小的時候 這個中子就會開始亂動 那我們現在就對這些中子 我們來稍稍估算一下 為什麼中子星是可以平衡的 OK 那它的原因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一顆中子事實上很小 小到其實在這裡畫不出來 然後這邊看到的一個小小的橘色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中子亂晃 每一個中子自己亂晃晃出來的一個輪廓這樣 所以假設比如說這個輪廓差不多是r好了 就小r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一個 比如說一個neutron star 這個neutron star裡面有n個 particle 這個n個 particle就是neutron 然後呢 每一個neutron其實都有一個mass是m 那根據狭義相對論 因為他們動的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呢 你不能用二分之一mv平方 你要用比較 就是高升的 動能的能量去算它的話 你就算出來它是m平方 c四方加上p平方c平方 那這個的話 如果在低能量 就變成p平方除以2m 可是因為它事實上 最後是動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m平方c四方消掉 它就變成p乘上c 也就是它的能量跟它的動量 其實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底下 其實差不多是呈現性的關係 那換句話說 就是在中子心裡面 因為中子運動的速度是如此的快 就是它自己小小的一點點 慣性質量 其實你把它當成是0 也是OK的 也就是在中子心裡面 事實上中子的behavior 其實跟光子是非常非常像 你去看一下光子就滿足這個特性了 1等於pc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 在中子心裡面 中子的動能其實非常非常好算 它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跟它的p呈現性 那因為我剛剛講就是說 假設每一個中子它騷動 最後出來的位置的不確定性叫r好了 那如果根據測不準原理 那這個p呢 事實上就是h bar除以r 也就是說 它如果 位置的不確定性越大 OK 它的位置的不確定性越大的話 那它的動量就越小 那如果它的位置不確定性越小的話 它動量就會越大 那我們現在就同樣的來看一下 那我們怎麼去估算一個neutron 它的kinetic energy 那kinetic energy當然就是前面這個1 它其實就是pc 那pc的話你把它帶進來 它就是h bar c除以r 那重點就是這一個one over r 也就是 也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以前你們有沒有想像過一件事情 就是 不是所有東西之間都有重力嗎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有重力耶 所以我們如果吸在一起 那不是很快的嗎 那不是應該吸到最後怎樣 兩顆電子就應該 一直吸一直吸 一直吸 到最後都黏在一起了 那你當然說 欸 它們有帶電啊 所以 就刺開來了 可是你看 這是中子耶 中子 它們兩個不是有重力 它們不是就黏在一起 最後都黏在一起 不是變成二中子嗎 就兩個中子黏在一起 那如果三個 會變成三中子嗎 所以中子星應該是 所有的中子全部黏在一起嗎 並不是啊 就是什麼讓它們分開的 如果大家全部黏在一起 其實最後它就變黑洞 那你待會不會看到 什麼時候變黑洞 中子星是有潛力可以變黑洞 那它們之所以沒有變黑洞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測不準原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說 你看自然界 中子不帶電啊 所以平常拯救你的這種 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就沒辦法拯救你 它們只有吸引力 它們不是有吸引力 只有吸引力 它最後不是應該全部都黏成一個點嗎 那你不用想也知道 如果所有東西全部都黏成一個點 那你的重力長強度就無限大 那這種怪胎 我們以前其實有學過 有一點點就是黑洞 那如果根據這個 剛才我這個argument的話 那不是所有的中子星 應該其實都應該變黑洞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有一堆中子星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小 可是就是不能忽略到的一個估算 就是當中子 如果位子越來越近 越來越小 它們勢力範圍越來越小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動能會越來越大 那它不喜歡動能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它的cannetic energy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potential energy是多少 它的potential energy是這樣算的 基本上 這一整坨中子這樣放在一起之後 它的potential energy其實就是負的gm m除以r平方 那每一個m跟m之間 其實都什麼 都有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 loosely speaking 反正總共有n個 所以呢 最後就是gm平方 除以這個大r 然後這個大r 要怎麼估算呢 這一個中子星 這個大r是中子星的半徑 它的整個體積 事實上就是每一個自己騷動的小體積 loosely speaking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你總共有n個 那每一個呢 小騷動是三分之四πr三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大r跟小r之間其實呈現性 然後前面有個n的三分之一次方 你如果把它帶進去之後 最後出來 事實上就是g 然後再乘上n的三分之二次方 乘上m平方再除以r 然後結果這一件事情 就告訴你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因為這一些東西事實上 動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呢 在相對認性的效應底下 你看一下 它跟之前的氫原子是不一樣的 它的動能是長這樣 它的胃能是長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都是r 就是說不會再有像剛才那樣的 因為它們power不一樣 所以會平衡 所以這個東西弄出來之後呢 也發生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如果你把它整個寫下來 你可以把one over r 提出來 所以它前面事實上有個係數 如果這個前面的係數 最後是負的時候 那它們的總能量永遠都是負的 意思就是說 測不準原理造成的騷動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拯救它們 它們最後還是會一直吸進去 因為是負的 所以它們就吸到r等於0的地方去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個critical的number 那這個critical number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把h bar c 減掉g n的三分之二次方m平方 你把它set成0 然後最後就可以把這個n解出來 那這個nc解出來 其實差不多就是這麼重 對不起我後面寫KG這樣 它其實差不多就是我們太陽的1.4倍 OK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像太陽這麼重的東西 在適當的條件底下形成中子星 然後它的質量是超過1.4倍之後呢 就光重力就會擊敗什麼 重力這種非常古典的理論呢 就會擊敗量子力學 它就會一直壓下去 因為當n如果比這個還大的話 這一個第二項的係數 就會比第一項係數來的大 意思就是 那這是負的啊 所以這一整項就是負的 所以意思是告訴你說 r就會越小越好 對不對 r越小的話 能量就會越低 於是呢 只要是n大於nc 這個total energy 永遠都是負的 所以r就要越小 它的能量就越小 所以r就會一直變小 indefinitely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你常聽說的重力塌陷 ok 所以你要稍稍注意一下下 重力塌陷 就是一個東西塌陷 意思是說 其實原來它還有撐著的力量 可是其實你不太去問你自己 就以前有人告訴你說 欸黑洞怎麼來 是因為中子星之間 然後如果它最後 重力壓到夠大的時候 它就變成黑洞了 可是你要去想一下 中子星是怎麼 是被什麼東西撐起來的 中子星不是被什麼東西撐起來 中子星就是你把它關在一個盒子裡面 大家就不太高興 就會開始亂動這樣 亂動就需要能量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裡就出現了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只要質量大到某個程度以下 重力塌陷就會發生 所以在這個case底下呢 你的quantum uncertainty 它雖然呢 就是你把中子越壓越小 越壓越小 這些中子們被局限在很小的地方 他們就可以抓狂 要有很多很多動能 可是這些動能呢 只要質量夠多的時候 那個重力未能的game 會超過這一個pressure 然後最後它就整個collapse 然後collapse之後呢 就炒成黑洞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仔細去想想看這一個picture 你就可以想像說 中子星如果原來這麼大的時候 中子就是慢慢的動 那你就壓大一點它就抓狂這樣 然後你就壓越小它就越抓狂 那你那時候壓到越小 它會不會抓狂到什麼程度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因為重力也是長距離力 你越壓下去 你的energy game也是越大 所以雖然最後電子的動能 就是弄到抓狂了 它還是prefer最後變成黑洞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其實黑洞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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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ular的一個東西 你在整個過程裡面 中子星越壓越小 越壓越小 越壓越小 對不對 它的動能事實上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只看它的動能的話 它的位能當然最後因為rb近0 所以它是因為位能是負無限大 可是它的動能是什麼 它動能也是無限大 根據量子理論 所以在黑洞裡面 黑洞只有一個點 對不對 可是在黑洞只有一個點 只有一個點的東西可以動 而且它的動能還無限大 可以想像嗎 所以就是說quantum gravity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說黑洞最後形成了 它只是一個奇異點 那個奇異點 你看起來只有一個點 那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的重力位能 是負無限大 這是正常的 可是根據量子理學的話 它因為位置就在那裡 所以就是告訴你說 它的moment是完全量不準的 它moment完全量不準 是告訴你什麼 它的cending energy是什麼 是無限大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cending energy是0的話 那你就exactly知道 它的moment是多少 對不對 就是0啊 right 所以如果你完全量不準 一個東西的moment的時候 意思就是它的moment k 是什麼 正無限大 也可以是負無限大 那不管是所有的能量 反正如果你的moment k 是正無限大 也是負無限大 你覺得把它平均起來 它一定是無限大 對不對 所以黑洞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 而特別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邊 其實我想 還是回到 就是剛才氫原子的 這一個例子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例子 這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理解 現在氫原子裡面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東西 會存在 你以前如果用 波爾氫原子模型 或者拉塞福的模型 比如說拉塞福的模型 就告訴你說 反正這中間是紫紫 然後外面電子 就是在那邊 繞啊繞啊繞啊繞 OK 那拉塞福沒有解決的問題 是說 可是根據 Maxwell equation 如果電子在外面 繞啊繞啊繞 它有加速度 它如果一旦 繞啊繞啊繞 有加速度之後 它就會radiate emm wave 它的能量就會降低 於是它就越繞越進去 所以最後 噗噗噗噗噗 它就會掉進去了 好 所以其實波爾很喜歡嘲笑這些事情 對不起 就是波爾很喜歡嘲笑這些事情 他說 你們的原子模型 都只存在於 10的負 幾次方裡面這樣 好 那可是 波爾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那波爾解決的方式是非常暴力的 而且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的 對不對 波爾簽約怎麼告訴你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 你可以用古典物理 可是呢 在繞的時候你不可以用 它是規定 軌道不可以 decay 然後你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是算哪分子的解決問題呢 就是說 反正我就跟你講 你就只能這樣繞 然後它這樣繞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 radiate 所以沒有錯 波爾輕原子模型 是第一次解決的這個重大的問題 可是這個解決的方式 就跟沒解決是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 那你們的通常的量子力學 就學到這裡 就停了這樣 那可是事實上 有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方式 可以讓你知道 為什麼原子是可以有大小 而且其實當你說原子是非常空的這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這個是不太公平的 真的 其實這是不太公平的 因為所謂原子是非常空的這一個概念 是在於說 原子核的大小 跟原子的大小比起來之後 你發現原子核的大小很小很小 然後大部分質量在那 然後你解決說 外面的話就是幾顆電子在那裡 電子是沒有體積的 OK 如果你哪一天發現電子有體積的話 你一定會拿諾貝爾獎的 就是現在所有的科學家去量電子 就是發現它沒有體積這樣 那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東西應該都要有體積啊 只有數學家才說有點的存在啊 可是現在 現在的電子就是在科學界裡面 它就是像點的存在 OK 那所以原子的大小是什麼 原子的大小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是因為在原子裡面 電子其實有時候在這 有時候在這 有時候在這 就是所謂的忽焉在前忽焉在後這樣 那因為你完全不知道在哪 所以你最後只好說 它有一個視力範圍 那在那個視力範圍 你都有可能碰到它 所以其實電子是滿滿的 OK 它其實並不是很空的 也就是說 你去看一下 就是假設如果今天 就是清華有隻狗 它很凶狠 那以清華效地出上那個 就是那隻狗的 投影的面積 出以清華效地的面積 可能很小嘛 所以你可能就說 那個是很不滿 可是如果它非常的凶狠 而且神出鬼沒的話 你就發現它的存在感很大 比如說 你就永遠都不敢 進入那個視力範圍 一進去它就突然 不知道從哪個樹 或者是上面或下面 或地洞 就突然咬你一口 然後你就很嚴重的受傷這樣 所以雖然從面積或體積來算 你會覺得說它很小很空 可是如果從實際的效應來看 它其實存在感十足 那 電子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它的存在感有多大 你就捏一下你自己的臉 它的存在感也就這麼大 就是你的臉 之所以被你的指頭 不能夠戳過去 完全都是電子的功勞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跟原子核完全無關 它就是電子的功勞 所以你如果下次會覺得說 一個點怎麼可以造成這種效應 這個是 到目前為止 我教量子學員 我覺得是最大的謎團之一這樣 OK 所以下次你戳你的臉 發現戳不過去 就是測不準的原理這樣 那因為它是測不準 所以它就跟完全古典 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如果你今天問說 請問一下這電子有沒有在動 答案是電子沒有在動 因為你可以去量這個電子 就是你量的時候 它有時候在這有時候在這 有時候在這 它是因為被迫測不準這樣 所以它並不是在繞 所以它沒有加速度 你可以去量 就是你可以用量子力學的話 去算它的加速度 它的加速度是0 那你當然會說等一下 老師 加速度是0的東西 為什麼有時候在這 有時候在這 Welcome to the quantum world 這樣 就你有時候量我在這 有時候量我在這 它跑來跑去 那不代表我在中間 要加速從這裡跑到哪裡去 所以你們以前學過的 就是如果你相信測不準原理是對的 你以前學過的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 第三定律 whatever定律 全部都是錯的 而且它不是修正的錯而已 它是完全的錯誤 如果你覺得相對的已經很恐怖了 就是說很嚴重的修正 牛頓力學 這樣子就寫 是完全把牛頓力學的基本精神 就是全部丟到垃圾桶裡面去 所以一個東西就是可以莫名其妙 在T等於0的時候在這裡出現 T等於1的時候在那裡出現 然後你有問說 那它一定是在T等於0跟T等於1 有個加速度它可以過去 這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它就是可以這樣 OK 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你們進了大學 如果沒有真的把量子力學 或量子現象學會的話 其實在智力上是一個蠻可惜的事情 尤其是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被發現一百年 一百多年了 OK 所以你現在呢 我希望就是從這個測不準原理 現在對於氫原子 就有一個非常非常明顯 而簡單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是子子在中間 電子在旁邊 OK 那因為電子 就是不知道位置在哪 那電子的位置不知道在哪 OK 它有個範圍 所以它就有個momentum 那如果你讓原子的範圍變小 它的動量就會變太大 如果你讓原子的範圍變太大 就是視力範圍太大 它就是顧不到啦 所以它的位能game就變比較小 所以它就剛好有個恰當的大小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就是說 氫原子的大小 其實就是電子 根據測不準原理劃定 它非常漂亮的視力範圍這樣 所以雖然它的整個expression 非常非常的複雜 可是重點 keyword 它的整個裡面的重點 事實上是這一個h 沒有這一個h 事實上這一整件事情 其實都不會發生 所以波爾氫原子模型裡面 其實它錯失掉最嚴重 最嚴重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就是沒有去解決 測不準原理的這個核心這樣 所以你們學到 就是說從有測不準原理以後 其實事實上量子力學的整個概念 完全都被改寫 就你以前古典物理的概念都被改寫 它就一點都不像氫原子模型了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以後在學到的時候 就不要只是把你們近代科學的知識 就停留在波爾氫原子模型這樣 我覺得因為那個蠻可惜 雖然那個模型就很好教又很好考 可是其實並沒有真的抓到整個的意涵 好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的是 有關於動量跟位置的測不準 所以你就從此可以推出來原子的大小 那其實事實上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有趣的測不準 這個測不準 你們比較少接觸到 這個測不準呢 是能量 OK 跟你生存的時間 之間的測不準原理 就你以前學過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能量都是絕對守恆的 在量子力學裡面的能量只是平均體還是守恆的 能量不一定要時時刻守恆 所以偶爾可以偷一點 可是你要記得說下一次要還回去這樣 尤其是如果你的生命很短 你就可以偷很多 那就下一代還就好了 OK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出來之後呢 真的是讓很多古典物理學家 就從之後就再也不跟他們玩了 那就是說如果這個東西是對的 我不希望有任何貢獻 因為我就不希望念物理這樣 那可是這個背後卻這麼這麼的簡單 這個一個東西的lifetime 就是說一個東西 它可以活多長 跟它的能量可以準確到什麼程度 它們兩個之間呢 也有一個測不準原理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東西永遠不死 lifetime無限長 就你量量量 就是不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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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盤骨開那邊 就big bang一直到現在都不死 那它的能量就會無限準 OK 可是如果有個東西它是曇花一現 譬如說就是四十幾年前生 三十幾年後我就掛掉 我七十幾年 你會發現它的能量 就會有一個intrinsic的誤差在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怎麼跟Einstein 他propose的光子的概念 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Einstein為什麼會跳腳 這樣 因為Einstein說 我propose的那個式子 沒有這個意思 那我覺得這個是 科學史上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得 prong提出來 E等於hf的時候 Einstein不是很誇張的說 這個其實就是光子的頻率 這個就是光子的能量 然後prong就到處跟大家講說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我只是提出另外一個簡單的意思而已 所以當你待會學到這個的時候 Einstein也是一樣 是說我當初提出這個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這樣 完全沒有測不準原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E等於hf為什麼最後就會造成 OK 測不準原理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來考慮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來考慮有一個 比如說有數光好了 它的signal是這樣 就是在某一個時刻之前呢 沒有 然後在這個時刻你就把它打開 然後到某個時刻 它就不見了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它的lifetime 其實就是我畫的這一個 delta t這麼大 它就在這一段裡面 那請問一下 對這樣的一個signal 你的頻率可以量到多準 那你去看一下 頻率很簡單 頻率就是 你就數有幾個波峰過來嘛 就單位時間有幾個波峰過來 於是你去數它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 如果你去算它的angular frequency 乘上這一個時間 omega乘上delta t 然後就看它有幾圈 就是omega乘上delta t 其實就告訴你 它基本上face轉了幾圈這樣 所以呢 因為它是final 所以你就數出來 比如說這個可能是 1 2 1 2 3 4 4圈半 好 那我畫的就剛好是4圈半 4圈半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有同學寫4 有同學寫5 所以你這樣子測量出來 其實你的腳頻率就會有一個uncertainty 這個腳頻率的uncertainty呢 就是等於2pi ok 除以delta t 因為那個誤差 n跟n加1的誤差 基本上這裡就是1嘛 所以這就是2pi 讓它除過來 所以它的誤差 其實delta omega 就是2pi除以t 所以在光學裡面 對於任何一個finite signal 那個signal 如果那一個訊號存在的時間 跟你可以量準它的腳頻率 中間存在一個非常簡單 邏輯上的關係 就是它們兩個存在一起 就差不多是2pi 你沒有辦法bit這件事情 那這個同樣是一件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就想一下這個trend 如果譬如說是蛋白來的 你如果今天想要說說 我只是讓蛋白擺一小段時間 然後我要測它的頻率測很準 可能嗎 我就說開始測停 它根本還沒有擺一次 所以你只要猜答案是0或1對不對 所以那個誤差就會很大 所以如果你蛋白的周期 或者是頻率要測很準的話 你必須要怎樣 你必須要讓它擺很多很多很多次 於是呢 就是你測量 就是那個蛋白擺動的時間 跟你可以測出來 它們frequency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滿足這一個關係式 所以這個關係式 事實上是早在17世紀18世紀 光是波動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物理學家 好啦 有程度的物理學家 其實事實上都知道 可是那時候也沒有人把它叫做測不準原理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是常識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怎麼樣一個小小的代數式 就可以讓常識 最後就完全顛覆了科學革命 大家還記得嗎 這一個 delta omega 如果今天 沒事兩邊同乘的h bar 這合法吧 那你這裡呢 就變成h bar乘上delta omega OK 可是你還記得嗎 h bar乘上omega是什麼 是能量 所以呢 delta omega乘上h bar之後 事實上就是delta e 然後這個delta t 就是delta t 然後這個乘完之後就是h 於是你就得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是從波動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從光子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在這個時候把它打開 然後那個時候就把它關掉 就把光子吸收掉 你就會發現 那一個光子的lifetime 跟那個光子 它的能量 這樣 中間其實存在這樣的一個關係是 OK 那這件事情就真的讓 Einstein 完全抓狂了這樣 他就說 我提出1等於h omega 不是這個意思這樣 我一天知道它就是這個意思這樣 這是 Einstein不喜歡它而已 所以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一個東西的lifetime 跟它的energy 其實是有關聯的 那這個就解釋了光譜上面 其實一件 就是他們以前其實 常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是我想像中的氫原子這樣 那當它在ground state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的機率就是這樣子 就在這附近 就這樣亂況 如果你今天突然 譬如說加溫 或者是給它一些光子或怎麼樣 讓它就是稍稍激動一下 你稍稍激動一下 它就會變成這一坨另外一個 也是很亂的 也就是說它在裡面呢 還是有出現的機率 可是它外面也有出現的機率 這個就是一個 在某一個程度上 不完全扭曲事實真相的 就是氫原子在受激發的時候 產生的狀態 OK 真正扭曲的想法是 這裡有個圓形軌道 激發之後 變成一個比較大圈的圓形軌道 那是完全錯誤的想法 OK 如果那是對的 那不是很恐怖 那不是氫原子長大了 是這樣嗎 所以事實上 它只是分佈狀況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一個東西 其實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隔一陣子之後 它會放出光子 然後又跑回原來的樣子 OK 那這一個概念 告訴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一個excited state 這個激發態 它因為沒有辦法永遠活著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lifetime delta t 那事實上呢 你根據測不準原理 你就可以去估算一下 這個delta e 出來 其實就是h bar 除以delta t 那delta t 你實現上事實上可以量 你可以去看見說 我就把一個東西激發一下 看它會抓狂多久 所以意思是說 譬如說你現在在你的ground state 然後有同學突然惹你 那你不是突然抓狂嗎 那你突然抓狂之後 其實就不是你原來的狀態 是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那個狀態 譬如說有個lifetime hopefully 你總不會生氣生無限久吧 那你從那裡就可以估算 當你在生氣的時候 你原先ground state有個能量 然後你生氣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能量 那個能量事實上有個不準度 有個量子的不準度 它有多小呢 對於抓狂的電子是這麼小的 那個delta t 你把它除掉之後 是10的-7EV 那10的-7EV有多小 大家都知道 那energy level 一個什麼13.6 13.6除以4 什麼什麼 所以10的-7EV 事實上是非常小的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一件重點是 它雖然很小 它不是零 所以時間上是真的可以量得到 所以就是說 你們以前課本上畫的 常常說 10是長這樣 E1就是長這樣 E2是長這樣 然後就這樣跑上去 事實上 in real life E0因為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無限久 所以它其實energy分佈 事實上是非常sharp 可是E1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finite lifetime 所以事實上它分佈 其實是有點broad 所以你在耀籤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去看 真正耀籤放出來的光子 有沒有 它的能量其實不是 exactuallyE2 減掉E1 它其實事實上是有個分佈 那這個分佈 就會造成你普線 事實上有個寬度 那在不知道測不準原理之前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如果根據波爾氫原子模型 你的普線應該是什麼 你的普線量出來 應該是一條線嘛 因為它exactually是E2 除以E1 然後E2 減掉E1 再除以h bar 對不對 所以你的普線應該是真的一條線 可是你實際上在實驗量出來發現 它不是一條線 OK 它其實是有個寬度 那個寬度是怎麼來的 那個寬度就是經過很多實驗上的驗證 後來發現其實就是測不準原理來的 所以對於那種就是說 你打上去 譬如說一下就掉下來死很快 你就發現它對你的普線 就會很胖 那對於那種打上去可以活比較久才掉下來 你就發現它的普線會比較細 所以從測不準原理就可以解釋 普線為什麼有時候寬有時候細這樣 OK 那這個的話 因為其實可能你們比較沒有接觸到 光譜學裡面的普線的寬系 所以你們可能 不見得能夠完全的preciate這件事情 可是我只是想要跟大家稍稍講一下 就是說 你們以前學那個非常非常粗淺的 波火氫原子的版本 其實在量子理學裡面 其實它本身並不是完全正確的 那其實測不準原理 其實基本上是黏在所有的量子線上裡面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它們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剩下來大概還有十至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就可以稍稍跟大家講一下 就說好 所以從剛剛到現在 其實就跟大家介紹了測不準原理 然後它其實事實上除了 比如說告訴你位子跟動量 是不能同時測準 它也告訴你 事實上一個東西的lifetime跟能量 也不能同時測準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突然就會暴怒 然後又恢復正常的話 在那個excited state的能量 其實就可以存在有非常非常大的誤差 那你當然會很好奇就是說 啊哈 那我這樣不是就可以把能量偷出來嗎 對不對 如果就是說有個東西突然被激發上去 然後掉下來 然後它有時候能量會變大 有時候能量會變小 那我不是可以用很巧妙的辦法 把能量偷出來嗎 好 那 你可以試著去看看這樣 就是量子力學就是告訴你 所有東西都不再是那麼完美的精準這樣 but on average 你還是沒有辦法把能量偷出來這樣 你去把能量偷出來 你會evolve其他的process 然後測不準原理最後就會讓你把事情弄得更糟而已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藉由測不準原理 然後去賺到一些東西 然後來發電這樣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請通知我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所以我們的進度就收到快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講下一次其實我才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Wave Function 所以如果說Uncertaining Principle是 就是量子力學携手這個Heisenberg的主要的東西 那基本上呢 其實就 Shorander其實是另外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貢獻 那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這樣 那他最大的貢獻其實事實上就是提出了Wave Function 他應該遵循一個equation 那那個equation就是Shorander equation 那他很出名的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講過Shorander's Cat 就是說 肌力的詮釋其實本身也非常困擾Shorander 那Shorander當然除了這一些貢獻以外 他還寫了一本書叫What's Life 他在量子力學出來沒多久之前 他就非常有遠見的 預測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所以可以快樂的遺傳活著做判斷 這一定是量子效應 OK 那這個在當時 事實上當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震驚這樣 那這本書其實影響了非常非常多近代的 就是Molecular Biologist 那其中最出名的當然是 就是Watson 就是James Watson 那後來他發現了DNN 所以其實是一本非常非常有趣的小書 大家其實如果有空可以去看 所以Shorander其實為什麼會去想到 最後要寫下Shorander Question 其實基本上是被他好朋友嗆的 就那時候Deploying呢 其實就Purpose了 所有的物質其實都應該是Ball這樣 那你知道 就是說 我覺得那時候物理學教授很喜歡比較閒 所以相信這件事情的人 就開始到處給演講這樣 就說你知道嗎 物質是Ball啊怎樣怎樣怎樣 有些他就很快樂的介紹完這些實驗啊 什麼什麼 然後就被他好朋友嗆了 他就說你剛剛花了一個多小時講演講 根本就是垃圾啊 他就說為什麼 他說你一直在那邊講波波波波波波 你連個波動方程式都沒有 你的波到底是怎麼動的 然後他就 所以呢他就回去很認真 就想一下 就是物質波的波動方程式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最後他就找到答案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Sorandor's equation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就是稍稍介紹一下 就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事實上是我寫粉紅式的這一個東西 叫一個V function OK 所以我先不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 而是直接跟大家講一下答案是什麼 就如果今天我想要描述一個quantum的particle 你需要知道什麼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非常非常多 你需要知道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做波函數 它通常寫成Sci 然後它有四個變數 X Y Z T 那這個分別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 如果你把這個波函數的平方 乘上比如說一小塊的體積 那它這一個乘出來 這是個十數嘛 因為波函數絕對值的平方 再乘上這一個 它事實上一定是一個正數 它就是這個例子 在這一個地方出現的幾率 OK 所以我再講一次 這個其實牽扯到幾個 非常非常重大的概念這樣 這第一個隱含的概念 事實上是告訴你說 常論才是近代科學的正解 OK 為什麼呢 你去看一下一個classical particle 你要描述它的話 需要知道什麼 你只要知道它的位置就好啦 它的位置是什麼 它的位置就是X T Y T Z T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些在數學上 這個叫做Dynamical System OK 就是說我一個時間T 我知道某一點就好 我一個時間T 我知道某一點就好 對不對 那你去想想看 在古典上面 你去描述一個例子 是不是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 在T等於0的時候 我知道位置它在哪裡 在T等於1 我知道它在哪裡 就好了 所以這種是一點一點一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就好了 那連起來之後 那個就叫Trajectory 就是軌跡的概念 可是在量子力學裡面呢 這概念完全沒用 OK 那絕代字是什麼 絕代字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絕代字就是說 T等於0的時候 你要描述一個例子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知道它在這一點 出現的距離 在那一點出現的距離 在另外一點出現的距離 你基本上要知道 它在空間中 每一點出現的距離是什麼 所以你不是只是需要知道一個點 你需要知道什麼 你需要知道一個函數 所以它整個複雜度就突然變很困難 所以這個是波函數的來源 這樣 那你需要知道一個函數 你需要知道什麼樣的函數 我要在某一點附近那個小範圍出現的幾率呢 就是那個微方圈的平方 OK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在量子力學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constructural breakthrough 就是告訴你一個例子 它不再是一個什麼 不再是一個古典說 它這一秒如果在這 它下一秒一定在附近 這個概念是完全沒有的 它在這個時刻它有個幾率分布 它在下一個時刻它有另外一個幾率分布 這個幾率分布是連續的 可是你要記得這是幾率分布 幾率分布的意思是告訴你 在這一時間如果量它可能在這 在下一時間它可能是那樣 幾率分布可以是連續的 可是出來的outcome可以是非連續的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一個公平的骰子 一個公平的骰子 它的幾率分布都是什麼 都是每一面出現都是六分之一 而且你只要不作弊 它一直從頭到尾都是六分之一 可是你去植這個骰子 它出來的outcome是連續的嗎 不是啊 就有時候1 有時候又是1 有時候是2 有時候是6 有時候是3 所以它是完全不連續 所以這是量子力學裡面 非常非常爆笑跟勁爆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WayFunction的Dynamics 是連續的 可是你去測量出來的結果 看起來好像是亂七八糟的 然後呢 基本上呢 就是從 知道了說 我們需要這個WayFunction之後 它就寫下一個Equation 這個Equation 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Equation呢 就是在左邊是非常怪異的 就是說 來我們成一個虛數 你們高中有教過虛數對不對 虛數就是根號負1 那你以前不是 常常有時候就說 這種東西不是 就純粹來來考試的嗎 或者來訓練你的邏輯 那你現在就可以醒過來了 就是 基本上呢 你製作的可以活著 是因為有這個虛數 這樣 就說人的Requation 只有虛數 OK 那 是 something pretty bizarre 然後再來是 我們好朋友 H bar 那還好 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個WayFunction 拿來對時間為一次 就是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後面這一整圈 後面這個前面這一項 是告訴你 這一個例子的動能 可是它的動能是很怪異的 它的動能是 負的 平常科常數 除以2π的平方 除以兩倍它的質量 然後再來是 那個WayFunction 對X為兩次 再來是WayFunction 拿來對Y為兩次 再來是WayFunction 拿來對Z為兩次 OK In case 你如果想要真的去看清楚的話 其實第一項對應到是 P平方除以2m 對PX平方除以2m 第二項對應到是 PY平方除以2m 第三項是 PZ平方除以2m 那最後一項呢 就是說它如果在 potential底下的話 它有個V 然後再乘上這個WayFunction OK So Then this whole thing then becomes really really terrible Right 所以為了避免 直接嚇到大家呢 那我們就簡化期間 我們下面呢 都只會 大部分時間都會考慮 一維的情形這樣 那一維的情形意思就是 這一項跟這一項都不見了 那有時候我們甚至 考慮最簡單的情形 就是說 那假設沒有歪例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要考慮的一個情形 基本上在 牛頓力選領是非常弱智的 真的就是非常弱智的一個題目 如果今天我考你說 請問一下 我今天為了簡化解決 我假設例子是在一維運動 而且為了讓你就是不要那麼困惑 就是說例子事實上不受任何歪例 這答案不是很弱智嗎 大家都知道 那例子就會怎樣 如果是靜止就會一直靜止 如果原先是有個動量的話 就會沿著的速度一直運動 對不對 這是你一般的理解 那在量子力學裡面呢 它對應到的事情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你去看一下 一維運動意思說 好我可以把這個y的尾分 自己的尾分拿掉 沒有外力 所以potential是0 所以你最後得到的事實上 還是一個非常恐怖的 尾分方式 你也不知道那個答案是什麼 那不過你光從那個 外觀非常恐怖 你就可以猜想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一定是錯的 那果真沒錯 就是你解那麼辛苦 它最後出來就是錯了 所以在我們解之前呢 我們就是先跟大家稍稍比對一下下 就我們之前其實事實上有學過 一維的wave equation 那一維的wave equation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把位移畫出來 這個位移在時間t之後呢 它會travel vt 然後跑到這個紅色的線來 那我們其實在上學期 花了很多時間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個非常重要的wave equation 就這個位移拿來對時間為兩次 事實上跟這個位移拿來對x為兩次 它們是乘正比 然後中間這個正比 這個常數平方 事實上就是 我們一般所謂的wave speed 或是wave velocity OK 所以這是波數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在一維 你有個free particle 它滿足shorand equation 那它寫下來長什麼樣子 它現在也是長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先直接看一下 就是什麼樣的答案 會滿足這樣的一個東西 事實上呢 它的答案其實是長這樣 它是exponential ikx-omega t 所以如果你對x為分的話 這個事實上有一個ik 唯一次就會有一個ik 唯兩次就是-k平方 所以-負得正 又是會變成h bar k平方除以2m 左式的話呢 這個微分 微圓是-i omega 所以-i omega乘上這個 這是h bar omega 所以你會注意到 因為h bar omega就是energy 然後呢 這個h bar 平方 k平方除以2m 剛好就是p平方除以2m 就是根據物質波 deployed 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它剛好滿足 可是這是很變態的 因為這一個 一般我們通稱叫平面波 它如果平方 就是絕對只是平方 你記得一下 這個取絕對值平方 這個事實上永遠都是1 因為它只是一個face而已 所以呢 你最後出來v function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平的 所以這個跟你一微解出來的平面波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很想像 有東西在蠕動這樣 已經因為這件事情 事實上才告訴你說 物質波的頻率是完全測不出來的 因為物質波的頻率呢 就是在這上面 它只是一個相位而已 這個相位 如果你取絕對值之後 它其實就永遠都是1 所以這告訴你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雖然我還沒有跟你講怎麼解 可是光從這個解答解出來 它其實就告訴你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如果一個例子被局限在一圍沒有受外力的話 請問一下 就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第一定律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第一定律會被改寫成這樣 就是說你t等於2去看它的時候 它可能出現在x1 你t等於2的時候去看它 它可能出現在x2 基本上它無所不在 它就是在你定義的那一圍上面 無所不在 然後它在每一點出現的幾率 都相等 OK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這個跟你以前想像是說 一個例子就是這麼快樂的 用某一個動量在這邊跑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牛頓第一定律呢 就被改寫成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量子力學的 就是有一個量子的例子 它在一圍裡面 那它基本上就變成像鬼一樣 就是在那一圍裡面 隨便 就看一下 它就突然在這出現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在那邊出現 那你會誤以為說 我在1秒的時候它在那邊出現 我在2秒的時候它在那邊出現 那不是 運行的速度不是不能超過光速嗎 Right 那這個不可能是 從宇宙的那一端跟那一端 可以這樣出現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你剛剛那個想法是錯的 你就是在上一秒 它在這邊出現 誰規定說它下一秒 不能在那裡出現 而且它偷偷從底下這樣 跑過去 沒有啊 就沒有 已經沒有那個 F等於MA的概念了 所以現在可以知道 你需要去面對的東西 其實事實上是還蠻恐怖的 OK 所以我們這堂課最後呢 只是跟大家稍稍再重新複習一下 兩個非常簡單的slides 我們就下課 第一個就是wave function OK 波函數是什麼 那典型上來講的話 波函數可以是一個負數的函數 那你們高中學過一點點的負數 對不對 那如果你已經忘光了 最好在我們上物理課的時候 稍稍再把你的記憶復活一下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以在上課騷擾我 那我就會稍好跟大家 複習一下負邊是什麼 這樣 好 所以在意味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需要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x的函數 也是t的函數 那如果你把它的絕對值平方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某一個時間 某一個位置出現的幾率密度 那如果你把它畫出來的話 通常我們都一定是畫平方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課本有時候畫波函數出來給你看 那個通常都是 就是騙小孩的這樣 OK 就一定是為了視覺上方便 或是騙小孩方便 才會這樣畫的 一般而言 我們是不 不畫波函數出來 因為波函數是沒辦法直接測量 我們一般正常不騙小孩的時候 我們都是畫 波函數絕對值的平方 那才可以畫這樣 因為波函數是負數啊 它不是一個number 它是個負 它也是個number 它是complex number 它有兩個值 你怎麼把它畫出來 所以一般而言 其實 如果你 偶爾看到 就是有人畫波函數 那就是表示 你要稍稍 小心一下 可能是 為了方便騙你而已 那這個波函數呢 很漂亮的滿足 這一個equation OK 這是100 這是它一輩子最大的一個貢獻 這個貢獻呢 就是在一尾的時候 波函數 前面第一項是拿來對x微分兩次 後面的話 是potential直接乘上篩 然後這一邊的話 是i h bar d side dt 那 這每一項都很重要 那可是這一項特別重要 OK 這一項是告訴你 波函數是怎麼動的 那所以有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 不會動的 sandre equation 那是假的 sandre 事實上從來沒有寫下 那個equation 這樣 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在上普畫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 就是這個東西會等於 你1在乘上sine 然後我們就是擠很多 會偷這樣 好 那個equation事實上 如果sandre 活著的話 一定會覺得很哀怨 結果那一個東西 就很莫名其妙 被叫做time independent sandre equation 那如果sandre還活著 一定會講說 我從來沒有寫下這個equation 呵呵 因為sandre 整個的重點是告訴你 物質波是怎麼動的 那如果要會動的話呢 它一定要有time derivative 那你們學的time independent sandre equation 其實只是一個解sandre equation的 一個mathematical tool而已這樣 那可是有一些 書為了方便起見 卻把這一個式子拿掉 然後直接講 就是time independent sandre equation 我相信如果我是sandre的話 我一定會 每天半夜起來 跟他講說 這不是我寫的這樣 OK 所以請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這個first order這件事情 是這麼的重要 因為 大家可能都還記得一件事情 在物理界裡面 目前我們都相信 有time reversal symmetry 也就是一個process 如果你正過來看 可以把它倒帶過來看 其實你是分不出來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f等ma a是兩次微分 對不對 a是兩次微分 所以你 事實上把t變成-t 答案是不會變的 可是sandre 當初這麼勇敢的 寫下sandre equation 這是一階喔 好 那意思是告訴你 t如果變負t 那equation就變了 那意思是告訴你說 在量子世界裡面 時間正著走跟逆著走 是不一樣的囉 所以這是sandre equation 你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 就面臨到的第一個 大的puzzle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fundamental equation 這個都是t平方 都要為兩次啊 你去看一下你的wave equation 都一定是為兩次 那你當然會說不會啊 那個maxwell equation 就沒有這個特性 maxwell equation 還是為兩次的 你去看一下 你最後如果整個 只有1f的時候 它一定是為兩次 也就是說 time reversal的時候 事實上是因為 1跟b會換來換去 所以你才可以吸掉一個 所以這是人類第一次 真正在歷史上 有一個first derivative 卻是fundamental equation OK 那怎麼去解釋 time reverse symmetry 那我們就等下一次再說 好 謝謝